爱发芽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完成梦想 高雄市聚港国际青商会举办爱发芽社区发展活动已迈落第三年 今年与郑友诗子会、郑修校友会及美容客家菜合作 在高雄市山林国中与孩童一起以活动完成梦想 我们今天聚港青商会来到我们高雄市偏向山林国中 今天主要是帮忙我们山林国中的学生圆梦计划 学生们他们都有自己心中的一个梦想 借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 那一个舞台让学生们表现他们自己的梦想 他们自己去呈现他们的梦想想要表演的内容 主要今天还有我们有益检活动 因为帮忙他们做益检 以及做事例筛检的活动 还有帮忙他们今天我们有一个营养午餐的部分 那因为大家知道学生的话在偏向的资源比较没有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也是一起共享他们用营养午餐 那以及晚自习基金的部分 那我们也找了一些会兄会姐 我们一起来帮他们募款 帮他们筹策那个晚自习的一个基金 其实爱发亚这个活动的话 是从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其实持续今年的话是第三年 那其实我们当初的梦想就是说 爱发芽就是希望在小朋友身上种植了一颗种植 那他让他长大之后发芽之后 之后他也可以回馈在这个社会上面这样子 聚港青商每年都组成专责单位 举办社区活动 本年度活动包括圆梦计划 营养午餐 益检 势力保健 客后辅导晚自习基金等五项执行重点 社区发展委员会在聚港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带领会友致力于公益活动 深入偏乡关怀弱势 并透过陪伴与学习资源的挹注 协助学童能翻转生活或思想的挚爱 为未来埋下改变的总指 此方新闻 黄慧的黄凯杰高雄采访报道